有人说人生就好比杨帆出海一样 要向前走就要紧紧信念 大浪好像很大很晚风分时间 没得掉头 一掉头你就会反雪 在人生的旅程上 难免会遇到风高浪急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的钱都给他拿了 欠人了一百万块钱 但是风浪过后 往往又会令人更加明白真情的可贵 我只是想做赚钱 快点还债 你老婆就一切都见了她 一种源自水上人的精神 一份法治内心的孝宜 一个风雨同怒的伴侣 成就了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 在香港说起沙基湾 谁人都知道 但是原来沙基湾里面有一条街 叫东大街 这条街在近两三年 已经发展成为一条 有很多不同种类食物的食街 今天我想和你们看看 有一间店里面的主人 用阿辉哥 辉哥原来在他游灵到创业的过程里面 是非常艰辛的 中间夹杂着他对父亲的孝顺之情 亦都夹杂着他和太太两个人 小夫妻两个怎么经过困难的创业故事 因为外形像沙基而得名的沙基湾 在八十年代之前 已经是香港其中一个买卖鱼锅的热点 在当时有不少渔民出海捕鱼之后 都喜欢将鱼锅拿来沙基湾鱼市场这一道卖 而今天很热闹的东大街 在当时就已经存在 由于辉哥的爸爸是布代澳的水上人 所以他经常都会将鱼锅 带来沙基湾这一道买 亦都是这样 辉哥从小就对沙基湾这个地方 建立了一份很深厚的感情 辉哥你好 你好 先喝杯茶 你很年轻 原来是年轻的老香港 你们是布代澳的原住民 是的 是什么人 差不多我们是水上人 水上人 是弹家吗 正宗弹家人 我很喜欢这些 很香港 有些舊的 这些全部都是沙基湾 这些全部都是沙基湾 像以前的沙基湾 对,以前的沙基湾 就是我爷爷和我爸爸的沙基湾 因为我爸爸经常在这里回来 爸爸也带着出去 整个做事带过去 做事带过去 带什么过来 我们叫菇仔 是怎样的? 是一只木船 全面用来捉鱼 是 我们用网捕鱼 一个网围着鱼 用晚上照着鱼 让鱼游过来 之后就下网围着鱼 那些船 后面有些位置可以坐 是的,有些位置可以坐 多久?由布代澳坐过来 大约一小时至下一小时的船 爸爸带着你们坐 整个小时的船过来 对,他们又要工作了 爸爸不怕不见了你? 大约你都在街市,要买东西 所以当时水上游行在背后绑绑 我们叫背大 背大,就跨着小朋友 跨着,对 然后就吊在天爬盆的围缸 或者线上顶的东西 对,总之你去到那里 你一跑过去 就没有位置了,踏回砖头 有时不记得自己后面有一条船 一跑过去,又踏回来 一跑过去 那就不怕不见了你们了 对,不怕不见了我们 你现在说这样的绑绑绑 我记得小时候跟妈去街市买菜 看到有些卖菜阿姨 他们不是有档口的 放两个屁股在那里买菜 通常她有一条绑绑 拖着一个几岁的孩子 不用怕不见了她的子女 我现在看不到奇景 现在少了 当时的情景,沙鸡湾市集的情况是怎样的 当时市集真的很热 很热 很热,很多东西卖 什么都有 还有我真的有很多东西 没见过的菜、蔬果、猪肉 有很多整只猪原来是这样的样子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很热的 很热,很多人 所以可能因为这样 你说的,你很喜欢沙鸡湾 是的 就是经常记住那时的景象 是的 大家有很多东西 在这一条中 大家离开了 因为那时候很少人做食物 多数是买漁船用品 全部都是买漁船帽子 船长 做木的 卖拖难 卖望等 整条街道多数是做水石人生意 还有水石人要货 可能这里有货店 所以就搞到整条街道 到了八九十年代 沙鸡湾开始田海发展 不少做开鱼获买卖的水上人 都开始上岸做海鲜食店生意 而辉哥的父母为了可以改善子女的生活 亦都在这个时候 联同一家大小 来到东大街这里租了一个铺位 开始做起食店上来 滚到旷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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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旷 这些鲜菜和咸菜 我立即试试一下可以吗 好的 真是新鲜滚热 对 想要加少许汤 对, 加少许汤一起吃 你真的会吃 很甜, 连汁也很甜 对, 因为鱼一直滚 因为鱼一直滚 对, 和番茄一直滚 鱼一直滚着鱼肉的味道 开始走出来 是 而且不会有腥味 腥腥咸 对, 因为我们水上人 都是吃一些热制的菜 而且我听说 为什么水上人的菜会有点咸 是因为要劳动 对 多些盐就补充 对 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 因为那时候日曬 曬得很重要 我们出汗很多 你每天对着太阳 我们每天水上人都在黑面 我其实很喜欢吃鱼 出名喜欢 但是三哥看见鱼就很害怕 我刚才听你说过 你也有时候会很害怕鱼 我是很害怕鱼 但是你又做得很好吃 是因为跟着妈妈怎么做 是吗?妈妈很喜欢做鱼 是, 非常喜欢做鱼 为什么呢? 她可以做八味鱼 一晚的饭, 有八个菜 都是鱼 八个都是鱼 是, 八个都是鱼 三哥说她小时候家在舟山就是这样 是… 真的一台什么都是鱼 大鱼, 小鱼, 咸鱼 新鲜的鱼 是的… 总之有几道菜 我们不是每天都会吃到的 就会觉得很好吃 是的 我们从小到大都很害怕 是 还好没有影响到你的专业 但家菜讲求鲜味 所以煮这个鱼锅 不需要特别指明用什么鱼 盲槽也可以, 石斑也可以 鱼也不驱 总之那天哪种鱼生猛, 新鲜 你就用哪种鱼 在这道菜式里面 已经充分体现到水上人就地取材 灵活变通的饮食智慧和特色 你小时候看着爸爸做水上作业 是的 经常看到的 是的 那时候的印象 记得爸爸做事是怎样的呢 那时候真的不怕辛苦 那时候多大风大浪都要做事 有时候做好些事, 休息 你不做好船 因为起风大浪 你一定要做好些事才能休息 不做好船 不做好船 船也没有 那会否对你自己 现在大过做人做事 是的, 我觉得也是这样 也会是这样 是的, 因为你经常看到大风浪 你一定要过这风浪 你不能不过 不能掉头 一掉头就做反船 虽然爸爸不是亲口跟你说这个道理 是的 你自己看 是的, 我自己看 就觉得是这样 是这样 爸爸当时 最初是他做食店 你印象中 看到爸爸做食店的时候 有什么难忘的事 你做的时候也是比较辛苦 看到爸爸做得很辛苦 是的 他最初开玩的时候 我做厅面 超过一些 或是说楼面 吃饭菜 吃饭菜 是 一个踢 不做烹饭菜 一个踢 什么都做 我有想过做第二行 但第二行真的不错 有试过吗 试过 我试过做铝窗 但是整窗、整盛 全部都不错 就是他做铝窗 是的, 做到最后都是減薰 所以我们经常说 能够做到一个行业 是你很喜欢的旁边 以后找到吃 是最幸福的 是的 辉哥的父母 一心想着 为子女的将来打算 让他们不用再靠捕鱼为生 经营起食店上来 但是没有想过 这个决定 最终反而令辉哥 背上了一个难以承受的重担 收到我妈妈的电话 说欠人很多钱 很辛苦 那时见我老公真的很辛苦 我走到后面哭 面对这个人生低潮 在辉哥身边的人 又如何和他一起咬牙关 共同度过呢? 小时候的辉哥 常常跟着爸爸出海拿鱼 眼见爸爸日晒雨淋 就算大风大浪 如果要完成的东西 他怎么也不会放弃 一定要完成 可能是因为这样 令到后来游灵 再要创个业 甚至背着一身债务的辉哥 凭着爸爸的这个精神 度过他的难关 我和杰哥的感情都算挺好 他那时我还很小 他都出来跟我玩 就是带你朋友一起出去跟我玩 当然到我出去 他收间和他住的时候 他都带我出去 喝茶、吃东西、鸡扒 那些都有 我带你十年 一段时间一起出去玩 一定要背在一起 才可以出去玩到 还有要偉奶、闷尿片 都要煮饭给他吃 都要照顾他那段时间 我大过了那段时间 我偶然都回去 买些玩具给他玩 去行山、游泳 已经很开心了 我们既兄弟主委都是做饮食 我全部哥、姐姐 都在一间店铺做饮 我和杰哥的分歧 就是我和他做的事情 大家都不太弄 我比较坚持维持 整个家人在做 他的坚持是请外人 再发扬帮大那只鹿 所以大过理念是不行的 免得再吵架 我和杰哥那些 再做久一点磨擦 都会吵架 我免得吵架 手上也是先走了 我和杰哥的家人在做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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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个想法 在一年之后 就因为一个孝字 而要彻底改变 杰哥年纪很轻 而且实力不够 没有人支撑他 那时候欠人家很多钱 我越来越看 也不妥 就是吓死火 欠人家不够 我叫杰哥回来 他因为见到阿哥欠人家这么多钱 那欠人家这么多钱 他就很努力放下去 因为当年的时间 因为我自己和太太离婚 那时候食物都很差 因为没有心机去理 完全有时间都不会回来 所以令到那间店 入职业内就变得欠人家很多钱 到那间店 一间一间就变成了 令到他那间店 我家里 大家都不是那么开心 他两个老人家是最不开心的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虧了这么多钱 真是贵了你两个老人家 我希望阿辉来赚到钱 可以照顾你两个老人家中路 因为我爸爸在这里已经好了十年 他不想我爸妈不想再欠人钱 都是为一间店 还有最后一间店 怎样都支持得不下去 看看怎么做 连爸爸妈妈本来住得很安乐 是的 那单位都搬到哪里 租地方住了 还要住堂楼 我爸爸已经住了二樓楼 我爸爸已经住了 堂楼没有电梯 没有电梯 多少楼 六楼 我爸爸也住了二樓楼 爸爸那时候也住了二樓楼 多少岁 那时候应该是六十多了 真的几十岁 是的 那自己也看见 是的 也不安乐 是的 你当时其实心情挺复杂 其中一个很大的目的是 要把爸爸从堂楼上 是的 帮出去 而且不用住得这么辛苦 就是这样的 辉光毅然接过店铺 背起百万债务 无非都是想父母 可以过一些安稳的日子 这份孝心 令我想起圈里面 一个乖乖仔 同样他也是很孝顺的吴卓熙 为什么我今天找了卓熙来 因为我印象中 这个也是一个… 孝顺 孝顺 基本 你先来介绍 这个窝是什么 是这个龙虾鸡窝 你也喜欢吃东西的 我…我喜欢的 由你起筷 是, 好 看看龙虾 是 挺好, 又不粗糙 不是 湯做好了 鸡 最后加饭内泡 是, 可以再做一个泡 最后的汤 因为汤很浓 有龙虾和鸡 然后加些泡泡内再煮 其实挺好吃的 因为我知道水上人 吃鱼多 是的 我听说他们一有机会就喜欢吃肉 是的 因为阿里龙虾又加了鸡 是否因为这样的意思 是, 真的 其实也喜欢吃肉 喜欢吃肉 但他们也喜欢吃海鲜的鲜味 是 他们的汤汤也像烤鱼汤 但是他们喜欢吃肉 所以整两样都混合成 整两样混合成 所以还好吃 学习 我们可以回去煮一下 是, 妈妈, 你可以学一下 你煮给妈妈吃 你煮给妈妈吃 因为我小时候跟着妈妈进去厨房 是的 不是专注要学习菜 因为你喜欢跟着妈妈 不是, 我喜欢拿着锅银炒 是吗 反正也是, 你也学一下 是的, 懂不懂 你煮了一点 懂吗 懂的, 看它 例如放些盐 放多少 譬如醃的东西 是如何醃的 这些我也会吃的 就是姜葱炒蟹 我也会吃的 那就行了 我和三哥等你下次请我们吃 你煮 熟不熟一回事 听辉哥说 原来这个龙虾鸡窝 是源自水上人的喜宴习惯 传统上水上人摆喜酒 主人家都会准备很多海鲜 和肉类招呼客人 但是往往都是吃不完的 所以客人都习惯自备盛在的器具 将食剩的海鲜和肉类拌在一起 拌回家 到了第二天 再加入不同的配料 煮回来再吃 就是这种水上人的习惯 令到辉哥得到灵感 再配合他自己的烹调手法 演变成今天的这道特色菜 辉哥谈了很多 因为爸爸是移民 那个网警爸爸 多晒都不怕晒 是, 一定要完成船上的东西 是 在无形中给他自己做人 他无形中自己… 也会是 你会不会有这些片段 你爸爸、妈妈 以前我刚刚出来拍《沖上云霄》 第一集 之后我自己第一部 很多电视剧的时候 我就去太阳谷, 你知道哪里了 太阳谷是一个佩古装的 圣地, 武林圣地 没有遮掩头, 什么都没有 当时我和崇哥拍了一场打气 其实我当时五天没睡觉 是的 不辛苦 我坐在一个地方哭 我打电话给妈妈 是的 我说我不拍了 他说你不拍了 他一直哭一直说 他说我不拍了, 我太辛苦了 他说先拍完这一部 拍完这一部 即是有始有终 他做了 如果你再觉得不合你去做这一行 不如你… 先再想 先再想 你要完成了你的工作 一眨眼做了这么多年 我想说是很重要的 要的 因为现在人的父子 或者爸爸和子女的关系有时 因为工作很忙, 比较疏离 在她的子女这么辛苦的时候 是, 也很重要 妈妈的电话 就是一句话 尤其是妈妈跟你说的信息很大 是的 支持点是大很多 是的 可能妈妈的一句话 先完成他 那个支持力 是, 会很大 是, 很大 一眨眼就已经这么多年 十年都有 是, 被人叫前辈 真可憐 自己有什么心愿 我想为爸爸和妈妈做 做什么 还是怎样 由此始终 例如我由跳舞 再转做艺术工艺 是的 最初是跳舞 也会有很多人会说 其实跳舞会不会是一件很辛苦 你始终也是一个 运动型的工作的时候 你可能到你长大的时候 你的体能不得的时候 刚好有机会转去的时候 其实在我的心态里面 我就是想 我家人 我父母生活得好些 他想要什么 或者想去吃什么 我都可以 做儿子都可以给到 供给到 是的, 我觉得 这是我入行的最大原因 我想给他们 一个很舒适的家庭 基本上我都可以给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 辛苦也值得 你也是自己的动力 是的 他又接过我 小时候 我觉得我这些东西 做儿子可以遮掩 可以给他 应该做 是的 我觉得很辛苦 没有所谓 是的 我们中国人挺好 是的 中国人才会有这样的文化 有这样的文化 真的有这样的文化 一代影响一代 是的 爸爸那代影响你们 是的 爸爸的孝顺 你看到爸爸的孝顺 自己又会 其实无间间 你又影响了你的下代 真的是一鸡两米 一鸡两米 我们吃完 汆了 汆了 现在就来煮饭 是的 米都是用什么米 米最好用大米 大米 大米 就是原来的大米 那就一路煮它 其实15分钟不用 分钟应该可以 就已经熟了 是的 我们看看有什么 我喜欢加蕃茄 蜆 准备了蕃茄和香菜 对 鲜柳 加鲜柳来吃 有鲜柳 刚才这个煮来 三宗没有站起来 这碗饭几天吸引你三宗也站起来 其实我很喜欢吃饭 慢慢煮 其实也是慢慢煮 不要黏底 你也很聪明 原来你平时 现在忙吧 不忙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忙的时候 有空档 有空档 我在家没有工作 就会去街市 我们之前去街市 买菜 你会选的 你会选的 我不会选的 你喜欢买菜 你买菜都不新鲜 看着它游泳 我也是要吃些新鲜 你会亲自去买 自己煮 我自己煮 我辉到这个灼器 已经急不及待 在煮的途中 已经必须来吃 我乖 我是乖的 现在差不多了 现在吃的时候 好像意大利米 再中油爽 你刚才看到它做的很好 原来有一些米 是留在后来才放的 是 有两种口感 尤其不同 是 有些可能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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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而且你现在加了柑橘醬 是… 加了柑橘椒 所以现在你又吃了 那这个最后加下去 是 而且看蜆子对着你笑 你就可以吃它 即是开胃 是… 真棒 真是挺开胃的 很开胃的 它是柑橘醬 吃了柑橘醬真的很开胃 对于我这么喜欢吃饭的人 这个菜是非常好 敲信而不计较 令到辉哥甘愿为家人 揉起一个重担 而他的另一半 就因为一份爱 甘愿为丈夫 挨得废寢忘餐 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 那时候我们捱的那段时间 就是说戴着肚子 我连一餐家的饭都没吃过 他还是低头 每天都做,每天都做 再动动会失去孩子 夫妻好比同龄了 那大难临头是否真的各自非 在辉哥辉嫂的故事 我看到不一样的结果 辉嫂不单在辉哥最困难的时候 没有放弃丈夫 而且挺着大肚 都坚持回来 帮丈夫渡过难关 多谢我太太 我太太一起和我走过 挺辛苦 挨得挺辛苦 她都继续和我挨 那时候我和辉哥来摘那本素补 打开的时候 心都掉了出来 应该是想哭出来 看到那条素补的时候 哪有可能还到那么多钱 那一刻 得如其来的巨债 对于当时只有二十多岁 做着普通文员的Ada来说 这个难关 就好像前面有一幅巨大的墙 很难跨过 但既然丈夫都决定了 背起这个重担 做太太的就只有默默支持 一起去捱 当时为了可以做多些生意 店铺除了早午晚市之外 还做了夜茶点心 实行二十四小时营业 而为了折留 请少个人 Ada决定自己辛苦些 踩足两间 希望这样可以减少店铺的负担 而她的这个决定 差点就令她没有了个BB 阿辉哥也跟我们说过 她曾经试过做做下 自己流血 是吗 是 当时是有了BB 不知道 不知道 当时在店铺通宵 那时做二十四小时 总之有些东西流出来 就流了很多天 不对路 为什么这么古怪 然后肚子又不太舒服 她去医院 偶尔进医院 她说你小铲 你不要再动了 你要睡床 就住了几天医院 躺下来之后 一直做到山的前一天才停 有一次很急要上去搬东西 忘记了自己很大个楼 那么大个楼 七个多月 自己好像懒快地跑一下 懒两层 整个人趴在楼梯上 肚子顶回大腿 顶到膝头的腹 但是那一天晚上没有流血 那我就游游去 我应该没有告诉辉哥 可能是至少受到 独力挨大五个子女的妈妈影响 Ada在拖着第一个宝宝的时候 依然是不怕辛苦 每天做足二十个小时 做到几乎临盘才肯停下 到了生完宝之后 Ada又怕店铺不够人手 连鱼都未坐完 又回公司帮老公手 有一次我未曾坐鱼 其实未曾坐鱼 我妈妈不肯让我回来 但是兔头的伙计 我走了 没有人做 我说我妈妈一定要回去 我妈妈都哭 你搞成这样 你真的 走回来 整天好像脚不稳 心里的 根本 肚子映着有些磅 突然间没有了 搬一些鸡窄 我最记得鸡窄鱼鱼 鱼鱼很大盆 就在楼梯上 整个人的点心 滑下去 倒入自己的整身鱼鱼 鱼和鱼窄 不敢 不敢说 这一辈子最感激的是你 他说不知怎样感激 说不清 所以你说不清 你真的很偉大 你没有想过自己的 你不知 眼见到什么就做帮 老公多少就帮 是啊 我上天想赚钱 快点还债 快点搞定 但自己又不懂 有时候看到 因为你周身债的时候 你明明是你的朋友 所以上来可能他真的 当不懂你 走过也可以 我又不要听到 看到人家 老公被人家画 就是 就是 直接在店铺 就是有很多鞋 他们又好像 单单打一打 就说我老公 就是我自己看到的时候 我走到后面哭 很辛苦 我那时候见到老公也很辛苦 所以就这样 没有埋怨 真的没有怨 没有悔 很值得学习 很值得尊敬 他很少埋怨 他还是低头 每天都做 每天都做 睡醒又做 睡醒又做 有时候 直到是不睡觉 上来洗澡 洗面又做 有心痛 一定有 你自己是 没有能力 那时候是养得他 老婆 就一生都见了 两夫妻 足足用了八年的时间 崖过低潮 还清所有债务 这个经历 Ada说觉得很刻苦 但是就令她和辉哥之间的夫妻关系 迅速成长 变得更加牢固 辉嫂 现在就来示范给我看看 这个 现在很少有的 用炭脑来煮的煲仔饭 是的 这个菜好像是 那时候你们做夜市点心的时候 点心 然后到冬天 就会卖煲仔饭 坐下 我煮的是中头饭 然后辉哥煮仔饭 然后他教我 教我怎么煮 那你也学习 当然学习, 然后也要做 这些是浸湿了的米 是浸了的米 浸了的米 浸多久 放光去, 浸九个字 浸一浸是为什么 即是煮的时候 不用太久 好 而且容易煮 排骨头一早醃好了 醃好了 浸了米 大约是煮几长 五分钟左右 饭沸就要快要下它 下排骨 那时候你的大炉这么大 你对着火, 火烤, 冬热 其实很辛苦 是的 这个炭脑是烧烤了 吃一會, 吃一會 很容易 臉會乾淨 當時做到早茶 早茶四點多鐘, 外面的漁市場開了 就已經有人來, 四、五點鐘 吃了 當時四點多鐘時很旺 不用休息 不用休息 等到這裡一條煙不停滾上來 直不掉 一條煙 開始來, 火火的聲音 煙真是來了, 終於來了 對, 開蓋了嗎? 開蓋了 好, 噴上來了 噴上來了 完成了, 全部熟了 對 不能上碟了 不如開蓋給大家看看有多漂亮 這個煲仔飯真的很棒 很香的炭香味 少人用炭酪來煮煲仔飯 對 這些又是心機又是… 很漂亮 很棒, 金黃色的飯焦 對 很棒, 油菜泡 油菜泡那麼好吃 其實這條點心也很有名 很出色 原來他們有一個特色 通常這些店舖賣的點心 你知道現在有先進 是 都是由工廠式的飯堂 來到即開 訂過來 讓他們的店舖賣 但輝哥你們是他們自己有的師傅 真的做點心 每天在這裡自己煮 這些地方才能吃到 所以我覺得真的值得介紹 師傅每天很早就回來嗎? 對, 其實… 其實做點心是否很壞事呢? 對, 因為你的工作… 準備功夫多 準備功夫多 因為點心怎樣帶呢? 精定和整定是沒那麼好 對 不可以做的量太大 因為你會卸肉 它只能夠… 即叫即精 對, 準備到某個程度 對…即叫即精 像煲仔飯一樣 這個煲仔飯不算難煮 但是要長期站在炭腦前面 真是又熱又辛苦 即使如此 當時腹大便便的Ada 她也不怕 每晚都堅持親自去煮煲仔飯 為的無非都是想幫忙 輕一下輝哥 所以每一煲煲仔飯打開的時候 我除了聞到飯香 還可以感受到Ada對丈夫的愛 好, 又和你單身鑽石王老五 談談夫妻 好 你有否曾經想想 你自己要建立一個家的時候 是怎樣的 人家… 你們當然不模範 不, 我也不模範 做到那裡就做到那裡 對, 我有些朋友結婚 如何維繫在家裡 譬如你們兩個之間 我知道夫妻也會有磨擦 會有效益 我們如何化它 我覺得對, 其實有件事 是吵架會真正… 真正感情 感情 要更多解釋對方 說好過不說 當然 爸爸脾氣爆一點 媽媽會容忍一點 還是媽媽脾氣急一點 通常男人都會爆一點 你也是爸爸會… 對, 也會的 我媽媽也會爆一點 火爆對我而已 是 最怕焉、最激得媽媽心痛的那次是… 小時候我偷偷地釘二孔 你看到她會有點奇怪 臉色一變 她…不用說, 先打了 對, 當時是多少歲 十六、十七歲 我耳朱不知為何 因為…可能頭髮就是發炎 整個枕頭都是… 對, 那就去罵 媽媽最慘的是我卸嘴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更撐, 一輩子 潮流你, 味道流著一巴掌 當然跟媽媽多喝茶 任何人都有 對, 有… 這些很好 只要你跟她喝了一頓茶 還要去開那個茶樓 對… 這是關鍵之處 是嗎 因為胃, 老人家很喜歡告訴我 我兒子也陪我 我有三個兒子, 我三個兒子在 我女兒陪我 這種做法無限間 又給了下一袋 對 所以她有空回來跟我們喝茶 這個也是中國人的傳統 傳統, 這個是很好的傳統 你得… 快哥, 說起人生路上 有時有困難的時候 你說也有很多人支持你 是太太, 家人 好像有一位是朋友, 是食客 是… 他支持你的過程 也很有趣, 說來聽聽 是, 說過 最初她在這裡吃東西 吃粉麵, 吃東西 她是做什麼工作 她是做裝修的 她是全付錢幫你製作 簡直你問她拿單 她說, 我沒有單, 你先處理 其實她知道你那時候 可能有困難 很困難 是的 好像試過你有冷氣壞 要製作很多錢, 你也捨不得製作 她不捨不得製作 她不捨得你浪費錢製作 對 她怎樣 她說 我說換又沒有錢 她是把摩托拆下來 然後有些回收收買的 收拾同型號和同航機 大家的感情好 她下班就下來這裡站著 對, 然後沒有買製作飯 她是收買製作飯 有時候每天搬東西 她就去幫你搬東西 然後她見我辛苦 就叫我太太來幫忙 她叫她太太來幫忙 對… 所以她真的很感謝她 當時她很熟, 沒冷氣 當時又熱了, 沒冷氣 當時又沒有錢換 她說黃師傅, 不好意思 我這麼多錢 弄了之後慢慢才退給你 她說很感謝你幫我 她很感動, 這樣就白幫幫她 阿輝哥說, 她困難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支持她 這些在羊圈做了這麼多年 在你迷失、苦惱或有困難時 有些人是來幫過你、支持過你 其實我本身自己的性格很好 內向 我不懂得分享自己的很開心的事 是 我很喜歡收買自己 其實有些朋友坐在我旁邊 陪我聊天 不用我自己一個人去想 你就這樣可以了 我已經可以了 很開心地試一試 可能聊天, 我也會閒聊 我已經… 其實這樣也是一個方法 跟朋友一起不一定要閒聊 對… 我很慘, 我想不到 不需要… 一定是這樣 大家在一個時間… 加上我又不想讓朋友擔心我 擔心你 相處的談談中 或者說起碼有些事情 朋友就知道大家的性格 吸收互相的看法 變成自己這樣挺好的 是… 他們夫妻相處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是挺… 如果拍整個故事, 挺好看 始終你中國人的一個… 一個思想 都是想一個成家立即… 即是… 即是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那… 家人都會問我, 什麼時候結婚 就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考不考信 爸爸媽媽會看到 吳翠希, 你的子女… 心裡有沒有… 媽媽, 有沒有爸爸 就是不要因為你自己累 或者你辛苦 你去帶她回家 我想每一個人都有一個… 有一個… 難關的 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怎樣去協調 那… 吳翠希那個協調就是… 這件事已經發生了 你怎樣去面對 就是… 其實你這個世界 都是在轉緊的時候 你都要生活的 是吧? 為甚麼我不要去樂觀面對 事情總會過 我好… 即是我很相信一件事就是… 會好的 即是你人生就是… 你才好玩, 我覺得是這樣的 怎樣跟另一半相處是一門學問 需要時間和智慧去慢慢領略 Ada和輝哥 由相識、結婚到現在已經二十三年 加上曾經共度低潮、跨越難關 兩夫妻原來不知不覺間 已經誤出了她們之間的相處之道 她一緊張 她就會很容易自己罵了人都不知道 以前會哭的 或者哭到走毀了她 不過走去一天就自己走回來 因為扔不下店舖 以前鬥嘴去 行啦, 你這麼聰明你自己做吧 可能我們習慣了這樣聊天 待會兒又是沒事的 為是一段感情的方法有很多 就像Ada那樣 有時會口視心非地罵輝哥 而輝哥也會有過份緊張 而粗聲大氣的時候 不過, 罵歸罵 相互之間 大家都會用實際行動來表達愛意 除了時不時會做美食 哄Ada開心之外 對她們兩夫妻來說很有意義的炒飯 目的就是想品嘗一下 以前兩人拍拖的味道 我是心炒飯 它有個味道 你自己介紹吧 是… 騙心炒飯 騙心, 即是騙人的 吃了這個炒飯 跟她熬了十幾年 那時候她還在讀書 她有份巴探做 她在旺角 我經常在收間炒飯 然後拿去吃 那時候是龍學美的 女朋友而已, 正在追 讓我感受一下你們的外心炒飯 今天炒飯很乾身 對, 因為要乾身 因為你吃了炒飯才是乾身 所以一定會… 白飯就會刮口 是… 所以我現在吃裡面又不會韌 但乾身, 濕粒粒, 外面脆的 是… 焦鹽鮮柚飯炒底要煮得好 首要條件 就是煮出來的鮮柚要香脆 而且咬下去不韌 要做到這個效果 就要好好掌握油的溫度 因為鮮柚煮的時候會出水 如果再用高溫去炸 就會令到水分更快地流失 煮出來的鮮柚就會縮水 而且肉質就會變韌 所以最好就是當油煮起 溫度正確, 就要關火 然後將鮮柚慢慢地放下鍋 浸到魷魚剛熟 就可以開火 再將酒分幾次地下鍋 這樣煮出來的鮮柚 就可以做到皮脆肉嫩 煮得好菜要深思細物 又要好耐性 更何況是維繫夫妻的感情呢 聽到你們這個過程 甜酸苦辣了 夫妻每個人都有 對 又甜甜又吵架, 是吧 試過吵到最激烈的那次 吵什麼和去到什麼情況呢 最激烈的一次就是吵到自己走了 我走了, 直接不回家睡覺 去了哥哥家 為了甚麼事? 在做事? 在做事, 無緣無故在門口罵我 不知道罵我甚麼, 忘了 馬上扔買, 走了 最激烈, 還有甚麼事做過? 做過一次, 連結婚證書也撕納了 撕了大家的結婚證書嗎? 撕了一兩 我不知道是我還是她 她的人告訴我 我明明自己這樣… 告知你倆 一下子就撕了 不過那張結婚證書後來又是自己刺 你自己刺 如果讓很多結婚的人聽 其實也會有個感受 有時候結婚的人都像小孩一樣 吵架就吵得很重 為了甚麼事? 其實可能是很少的事 不值一提 現在做事比較鬧少了 是嗎? 我被她鬧少了 我被她鬧少了 為甚麼?現在少罵了 你了 聰明了 你這樣嗎? 她不會跟我洗碗姐搶洗碗 不會跟伙計搶桌 對 以前有時候你說她 是因為你看到她辛苦 想叫她停下 所以其實… 我又明白為甚麼到尾大家都仍是這麼好 因為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好的出發點 所以現在學到很多東西就是不怕 就算多大風浪我們都不怕 又是記起我們說爸爸那樣 對 還有我們經歷過那麼多 都知道大家想做甚麼 所以有時候在人生過程中 有風浪好像要捱很慘 但其實這些風浪往往又給了很多其他的登記 不怕風雨、黑虎內勞 這些是傳統水上人的性格 輝哥的爸爸沒有為了這件事 特別給他們任何的教誨 反而是用自己身體力行 將這一份精神很深刻地引在輝哥的腦裏 所以到後來輝哥遇上困難 亦都是憑著爸爸的精神 可以支持下去安然度過 在這個過程中 亦都是因為這樣感動了他身邊的很多人 對他默默地付出和給予無限的支持 一代傳一代 水上人黑虎內勞的精神 一股令人感動的孝心而產生的力量 一個因為夫妻同心 排除萬難而改寫的完美結局 在這間食店裡我感受到的是一個家庭 風雨同路同舟共濟的人情味 庭風雨同心 三股路 龍 翎